字幕字幕 李宗盛 Hello 我是伊技伊惠特 今天就要化妝 但其實這段影片我就不是打算說化妝 所以如果你對我這段影片有興趣的話 你就自己留意這段影片我在一邊做什麼 Dervick Bowie 死了那天我就已經哩哩恨了 但我就不太傷心 因為我知道她好像回到她的星球 我就想 什麼時候到我啊 有一個這樣的感覺 所以就令到我想說今天這條片我要說的東西 因為我這個哩哩的感覺就一直伸延到第二招 本來我本來想著那幾天我是偷懶我是不拍片的 但我都不如化一個妝吧 想著她 那我就化了一個有一點點太空感覺的妝 可能會跟Little Twin Star有些類似 但不要緊 只要看 那我這條片就是要講不同的人種 不是說黃種人還是黑人白人不是這些 而是我很久之前讀了Doreen Virtue的課程 它就是講我們每一個人其實是有什麼種類在裡面 不是分性格不是分性的 純粹就是看一下你之前或者其實你裡面的根在哪裡 那David Bowie 我剛才說了 他就是 我覺得他是來自外太空那些的 那他們有個名字叫Star People 但是我不會在這集中細講完每一種 因為他有A型 B型的人 還有AB型的人 還有ABC型的人 是很複雜的 那我純粹講簡單的那些 那Star People就是David Bowie這一種 那這一種人會是怎樣的呢 你聽聽你自己像不像 他們可能會有一個感覺就是 唉 我好像無法配合這個世界 或者這個世界的人很多都跟我不同 但是他們又不怕去展露自己的不同 那譬如有時候你在街上可能見到一些人很誇張 但是其實他們誇張得來 也不是說真的好想show off 又或者是不是想那麼 loud 譬如我塗一個 我不知道 塗一個銀色唇膏出街 其實我純粹是因為我自己塗了銀色唇膏 我很舒服 我很喜歡這個樣子 我很喜歡這個樣子 但其實我不想街上的人看我 這就是一個很矛盾的心理 Star People呢 是有點困難去fit in這個社會的 他們不是很熱情 但是他們善良 如果你有事叫他幫忙 其實他願意的 但他就不會主動過來yo你 或者是有很多表情 情感上他們都是差一點點的 不會是很澎湃的 我發現有時候我會看到一些假的Star People 就是他們做所有事都很 loud 他們很喜歡告訴別人 我跟你們不同的 我是特別的 或者是很誇張的 其實Star People就不會有這個性格 那些人呢 我沒有說judge他是好還是不好 但是那些人就像是另一種的人 那種人呢 就是像小精靈 他們喜歡派對呀 喜歡搞笑呀 喜歡很 loud 所有的東西 很高調呀 但是那種呢 我不是太大興趣 所以我今集就不會說 還有我想主力說我自己有份的 那我就一定是有Star People的元素在 但是呢 當其他同學幫我做Reading的時候呢 他們就覺得 啊 不對呀 你還有做了另外一件事 因為我剛才說過 一個人可能是做了幾件事 那做了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一種叫Wise One 那 他們呢 就應該是 在地球經歷了很多年了 嗯 很有經驗的 就是說我講很多世 不是很多年 對了 有很多世都在生存過 他們知道很多東西的了 那所以就算是他們小時候呢 都會比較老直 雖然他是年輕 但是他好像 啊有些東西我看通啦 啊你說這些東西給我知道啦 就是會是這樣的 那但是他們又不會是 高傲那一隻的 因為很多Wise One呢 大過了呢 都會 變了去教東西 就是教書呀 或者是 好像我現在這樣 雖然我教一些 另類東西 但是都是教東西啦 對了 就會像一個老師 那樣多一點的 Wise One的外表呢 多數都有少少少 起靈神閒的感覺 又或者是呢 他們有些會 即是我就不是啦 因為可能我了啦 有些呢 感覺上會比較老成一些 因為會 會令你信任他說話多些 即是就算他是小時候 可能你覺得 他的樣子很敦厚 這個帥哥 哈哈 說話好像也很信得過一下 那那些呢 就應該是Wise One 那 剛才說過Wise One 應該在地球那裡 都經歷過很多世啦 那其實呢 你們可能有時候會聽到一些 Vise One的東西的時候 會聽到一些Old Soul和New Soul 那什麼叫Old Soul呢 Old Soul就是 經歷了很多小的那些 那些靈魂就叫做Old Soul啦 那 聽說呢 多數比較新一些的靈魂呢 其實都未必會 立刻扔他們 我們現在身處 這些這樣的 繁華社會那裡 經歷這些事情 即是可能他們會在一些 發展中 即是 差一點環境的國家那裡 經歷一下疾病呀 經歷一下貧窮呀 經歷一下一些生活上的掙扎呀 那 等他們的靈魂有些磨練 學了多些東西 那我們現在這些 哈哈 我想說 腐敗的資本主義社會 就是要學另外一些更加複雜的東西 那你知道有很多人心的東西 有很多政治呀 社會呀 這些東西 那所以 新一點的靈魂就應該是去經歷一些 人性一點的東西先 即是 生存多一點的東西先 那我們現在呢 就在這裡 接受社會的磨練 這樣 這樣 其實 是不是歐蘇都沒有所謂的 不會說歐蘇就威一點呀 或者是 星人就威一點呀 這樣的 還有很多類型的其他 那 例如呢 有一種是森林中的精靈 那 他們會很喜歡大自然的 很喜歡 譬如 我不知道現在是在流行還是什麼 很多人喜歡行山 那 但是有些人是真的喜歡 常常放自己在自然的 那裡 不喜歡石屎森林 他們會有少少調皮 對了 那種呢 就會是先子精靈那一派的人 那 另外還有海洋派 這個我不多說啦 我也是沒什麼興趣 哈哈 有一種呢 我很喜歡的 我也覺得我常常會遇到這一類人 這類呢 就是 就是 那些 肥嘟嘟的天使 對啊 那些好像BB那樣的那些 有一類人呢 就是有 這一種的因子 那那一類人 多數會怎樣的呢 那會有些肉地啦 那些 features 比較圓少少 常常都笑的 很開心的 還有他們是極之貪靚 對了 我是 常常都遇到這一類人的 無論是客人啊 學生啊 還是 總之我常常都見到他們的 那他們都帶了很多正能量去 我的店 或者我的 課堂啊 又或者是我的生活裡面 所以呢 我從小到大呢 我是特別喜歡跟肥妹玩的 我小學那時候的best friend呢 都有一兩個是肥妹來 就是 正正就是這一種 Cherub 這一種天使 我是很喜歡他們的能量的 原來小小已經開始大 但我完全自己不知道 現在大過就知道了 那有另外一種呢 就是 很像這一種的 就是另外一種天使 就是 take human form的天使 他們是 其實來做這一世人之前 他們應該是天使 不過有些任務呢 就需要他們有一個人類的身體 那所以呢 這一世呢 就成為了人類 但他們其實裡面還是天使 來的 他們呢 應該沒有 Cherub那麼肥嘟嘟 那麼 cute 但是一樣那麼 helpful 那剛剛說過那一類 Cherub 他們是很喜歡浪漫的 他們是很喜歡搞關係 又或者是 將兩個人 即是兩個朋友 這樣拼合 他們也是很喜歡做這些事情的 那自己的戀愛生活呢 都是要完美主義者這樣 那但是我現在說的這一隻 天使呢 即是Incarnated Angels 他們是多一點關心自己身邊 所有的人和東西的 所以他們就未必會這麼喜歡 購物啊 扮靚啊 拍拖啊 這樣 因為他們來的任務呢 就是要幫大家的 好 好我現在就化好這個妝啦 你在看圖呢 會看到我寫著Mystic Stars 那其實就是我自己這種人 一半Wise One 一半的Star People 從我們的眼睛呢 你都會看到 跟其他天使的分別 那我們的眼睛呢 即他據稱呢 就是會有些太空的感覺 意思就是呢 會覺得是 望遠的 有些不著地 或者是少少歐風 是很虛的感覺 那但是其他天使 或者其他款式的人呢 他們是會 grounded 一些的 你覺得他實在的 你覺得他 近地面多些的 對啦 關於這些 這樣的東西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興趣聽 但我都講了整集了 哈哈 那今天的妝呢 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我在眼尾 就是下眼線的位置 用雙眼皮的膠碎 就畫了一行 然後黏了一行 藍色的金粉在這裡 出來的效果 絕對不誇張 大家我覺得 就算去上班 都可以黏一點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自己是什麼人種的話 不妨在下面 介紹一下 你自己說一下 你有什麼喜好啊 外貌啊 我就有時間 就回覆一下你啦 拜拜